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大人 下官是新任的临安知府吴淼水 因不实兵部侍郎使大人的尊荣多有冒犯 还请您恕罪 吴知府 我使某犯有何罪 把我请到这里来 有何见叫啊 使大人 您应该体谅我们下官的难处啊 只要有人击鼓告状 下官必要接案审理 这不是吗 有人斗胆把您告了 说您滥杀无辜 告我杀人 谁 谁这么狗胆包天 谁 竟然无限到我的头上 世大人息怒 你容我把那个善票的人传上来 你们当庭一对质 三言两语 把事情说清楚了 不就完了吗 宣传 传唐二宝 唐二宝 果然是这狗贼 好啊 我正要找他呢 小民唐二宝 叩见青天大老爷 唐下的可是击鼓告状之人 正是小民 起身回话 谢大人 有什么冤情你就当堂讲吧 小民搞的是当朝二品命官兵部侍郎史文俊 就是他 你这个无耻的小人竟敢跑到这临安府来告刁状 看我不给你杀头寡心 躲成肉泥 我 史大人 你且听他说完 唐二宝 史大人乃是朝廷的二品大员 请来一趟不容易 有什么话你就尽快堂堂讲 大人 小民乃京郊人士 为了寻找失踪半年的表妹来到京城 得知表妹被歹人卖至石府 充当奴婢 处境十分艰难 所以小民想方设法混入石府 没想到 没想到 这兵部侍郎史文俊 他身为朝廷大员 就是一个好色之徒 他叫我表妹 他叫你表妹如何 我表妹 他生得如花似玉 被这好色之徒史文俊看中 他调戏不成 竟强行把我表妹奸隐 你 可怜我那苦命的表妹 竟成了这好色之徒的谢玉之物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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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别怕 老爷喜欢你 喜欢你 老爷 来吧 老爷 老爷 别 犯儿 别生气啊 来 给 来 拿着 我走了 你这无耻的小人竟然如此胡说八道 你 我 石大人 石大人 请坐 有礼不在身高嘛 你且让他说完 你在辩解不迟 大二王 你继续摔下去 我可怜的表妹 落得如此惨壮 我就是活出命 也要把她救出火坑 昨天夜里 我约表妹偷偷溜出石斧 想从后门逃走 谁知惊动了家丁 她们大喊大叫 石文君 文训提剑赶到 她不由分说 提剑辩刺 也见把我表妹刺倒在地 鲜血直流 顿然她是命丧黄泉 我一看 大事不妙 趁机逃走 这才保存了小民的性命 你是说史大人把你的表妹刺死了 知府大人 我原本是想把表妹救出火坑 可谁知人没救出反而害了她一条性命 我那可怜的表妹才十六七岁 对 就惨遭厄运 命丧黄泉 知府大人 你一定要秉公执法 将这恶徒生之以法 为我那驱死的表妹报仇甚冤 你 你这无耻的小人竟然如此胡说八道 你 你真气死我了 施大人 施大人 你别发火 别生气 究竟事情如何 也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的 需要你们二人当堂对峙 而且还要查验证物 本官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施大人 刚才唐二宝所言 对与不对 你且便来 让本官听个明白 我好明见 吴知府 这唐二宝本是个泼皮无赖 昨夜 他混入府中勾引婢女小凤随其外逃 小凤不从 高声呼救 施某闻听之后 提剑追剧 可不料 情急之中 常见落地 而后 小凤身受刀剑之伤 流血不止 倒地身亡 我想 定是这狗贼乘机夺剑杀人灭口 施某已经派人四处捉拿着泼皮无赖 不想 他竟敢到这临安府来告刁状贼 喊捉贼 实属可恶 我真恨不得将他堕成了肉泥 施大人 这案子就奇怪了 刚才下官听了你们二人所述事实 有两处不清 这其一 唐二宝说 小凤是他半年前被拐卖的表妹 可你史大人却说 小凤是从小在夫人身边长大 亲如一女 其二 唐二宝说 小凤是死在你史大人的剑下 可你史大人却说 小凤是死在唐二宝之手 这都让本官糊涂了 小凤是我的表妹 被那好色之徒史文俊糟蹋 又惨遭杀害 知府大人 你一定要为小民做主 秉公而断 吴知府 这唐二宝恩将仇报勾引我家婢女害他性命 你一定要将他严惩法办 移尽后人 你们全是自说自话 这倒让本官左右为难了 唐二宝 好 本官问你 小凤是史大人的心爱之人 他为何狠下心来把小凤杀死 你要给本官一个理由 月儿不得 恼羞成怒 所以才操见杀死 这难道还不是理由吗 这都算是一个理由 是 史大人 下官斗胆问一句 唐二宝写起小凤逃离史府 这可是真的 对 果真如此 那他为什么又要狠心的把小凤杀死 这 这 这我怎么知道 是 史大人 下官再冒昧地问一句 唐二宝 唐二宝是何等身份的人 他如何敬得了师父 一言下之日 我建议卖柴农夫 扼晕在地 即可交迫 我便动了好心 将其收在府中做事 哪知他恩将仇报 反咬一口 我 我真后悔当初不该发此善心 史大人 这下官又要问了 唐二宝原来是一个以卖柴为生的农夫 你史大人是出身世家 刀枪剑脊 抚跃勾插样样精通 而且您驰骋沙长几十年 何至于让一个卖柴的农夫夺得手中之剑呢 好了 我昨天晚上喝醉了酒 失手落剑 是酒喝多了一时失手 对 那史大人会不会也是一时失手 杀了小凤呢 不 我绝没一时失手杀了小凤 不 绝无此事 史大人 史大人 你再好好地想一想 小凤之死到底是何人所为 或许是 或许是史大人知道小凤逃离师府 一时怒起 杀了小凤呢 我 我呸 吴知府 你如此这般绕来绕去 最后竟绕到我的头上 是何用意 不不不 史大人 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玩嘴皮子功夫 赶快 把这刁民绑了至罪 马上送我回府 我还有重要军务要办呢 史大人 此案马上便做了断 请您给下官一点面子 稍后片刻 吴知府 你给我好好地断案 如果再敢如此胡乱盘问 小心我把你这临安知府的门拆了 当柴烧 史大人不要误会 下官也是想快些把这个案子做一个了断 可是你们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你叫我怎么断呢 案情如此简单 还有什么证据 大人 小人还有重要证据 你有证据 快快讲来 大人 我表妹曾对我说过一个天大的秘密 她说史文俊私通敌国 他与敌国私下有书信网来 他们暗中商议 待到时机成熟 并与敌国联手 灭了大宋朝廷 你 大胆小民 你竟敢如此胡说八道 看我不先把你灭了再说 我 哎 史大人 息怒 请坐 大胆堂二宝 你说史大人私通敌国 你可知此话的分量 私通敌寇 那可是滔天之罪 口说无凭 你有什么证据 我有证据 史文俊私通敌国 他身上藏有 进出敌国的同腰牌 你 我与表妹逃走的时候 我表妹偷得这块腰牌 还偷得史文俊写给北方敌国的那封书信 尔物就是证据 你有腰牌有书信 史大人 可有此事 鬼话连篇 有何证据 你让他拿出来 你让他拿出来 你无知乎想看一看 我史某人 也想见识见识 还要看一看这两个证据 你可拿得出来啊 就在小民的包裹里 快 把包裹打开 本官要细细查验 把这个叛国逆贼史文俊给我绑了 是 你 吴苗水 你敢抓我 史大人 这可是确凿的证据 拿给他看看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童谣派 确实是敌国之物 这信上的自己 也确实是我写的 这 不 我从来就没写过这投敌献媚的书信 这一定是小人暗中捣鬼陷害本官 我 我 史大人 企图毁灭罪证 这可是罪加一等 你 这 这纯粹是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 对 对了 吴知府 这一定是敌国设计的离间之计啊 大难史文俊 案子审到这个时候 本官已经心如明镜一清二楚了 你且说来 好 本官就说给你听听 你和小凤关系暧昧在行间的时候 你对他甜言蜜语 但是你漏说了以敌国私通的内情 唐二宝挟起小凤逃离石府 令你既恨又害怕 故而追杀小凤 杀人灭口以绝后患 所幸的是 唐二宝得以逃脱 但他存有你私通敌国的罪证 所以才使此案水落石出 欲语成亲 使不进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你这吃屎的狗官居然做出如此的判断 你真是气死我了 施大人 虽然你官居二品 可是我这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你私通敌国蓄意谋反 反的是叛国之罪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这个蓄意谋反的叛将史文俊 给我上铁链 是 是 代压死我 是 吴知府 走 你敢抓我二品命官 对不起了 施大人 只好先让您委屈一下 在大牢里面先待一阵子 等我禀明了圣上再做定夺 来啊 在 给我把他关进大牢 是 你这吃屎的狗官 走 你这吃屎的狗官 大人 什么事啊 大胡小叫的 大人 史文俊 兵部使郎史大人犯重罪 关进大牢了 什么罪啊 关进大牢里 师父的一个婢女被杀 使大人牵涉此案 现在师父前后门紧闭 外面有御林军把守 不许人随便进入 一个婢女被杀 也至于调动御林军 把一个二品大员 关进大牢里了 大人 你知道神里此案的 新任临安之府是谁吗 谁啊 原太平县的支县 吴淼水 啊 这个刚毕自用的家伙 不是被贬到 边远的地方去了吗 怎么又会高升到京城 来任临安之府呢 这要是谁落在他的手中 恐怕有口都说不清了 不对 这个案子有蹊跷 事关人命 我们京畿提行司 怎么也得过问一下 大人 史文俊是被御林军抓去的 可见临安之府 是得了圣命 在这里审理此案 你如果想要去的话 除非有了圣命 才有权介入此案呢 我 我 把狗官给我叫来 把吴淼水给我叫来 来人哪 把狗官叫来 把吴淼水叫来 大人 你还是歇歇吧 你这样一天叫到晚 一夜叫到天亮 也没人理你这个茬 我跟你实话说吧 凡是进了这天字号大牢的犯人 没有几个能活着走出去的 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这是天字号大牢 他吴淼水把我关进了天字号大牢 这么说 我史文俊犯的是死罪 就要开刀问斩了 一点都不错 凡是进了这天字号 就要到大牢 你就只有 搬着手指头数日子 多活一天算一天喽 完了 完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圣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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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上 我史文君威宝大宋江山 忠心耿耿几十年 诸生入死履剑其功 我没想到 没想到却让小人诬陷了一个叛国的罪名 我冤枉啊 我冤枉啊 我们史家三代哥都是忠臣啊 你可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 把我忠臣打进死牢 我冤身四海呀 我真有点奇怪 你真是那个立下战功 特贺有名的兵部侍郎史文君 怎么不是我 难道 难道这兵部侍郎 还有假冒的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哭啊 算算你也这么大岁数了 又是个航武出身 你也是浴血沙场九死一生活过来的 你怎么今天哭的倒像个娘们儿似的 我哭 我觉得委屈嘛 我史文君有天大的委屈 马格果实 渲染江场 何所拒 可让人家被这一个叛国的罪名 让人家不明不白的以叛国贼的罪名砍了脑袋 为了我史家三代英明啊 还要累积子孙后代 我 我怎么受得了啊 大人 这么说 你哭的还很有理啦 可你想过没有 你在这儿骂谁听得见 你在这儿哭 谁又能理睬你啊 有什么用啊 你要想活命 要喊冤 你得让外头的人来救你啊 他可是个重要的犯人 不能有半点差错 那是 只有半炸香的时间 有什么话就快说 谢谢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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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公 你 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啊 老爷 这是天资好大佬 我不知道 又怎么能进来见老爷 那你们快想想办法救我出去 救我出去啊 老爷 我们师父上下都想救你出去 可 可是这天资好大佬 除了圣上该人 谁又能救你出去啊 那你还等什么 快去向圣上喊冤呢 我们白说见不到圣上 就是见到了圣上 公公公白哑 又拿什么让圣上开恩呢 那你们就去找那个老迈昏庸的兵部尚书 找立部 找刑部 找御史台的大人们 让他们替我说句公道话呀 哎呀 你听我说话了没有 愣着干什么 快去找他们呢 老爷 在老爷出事的当天 我们就挨门挨户的去登门求助了 他们怎么说 怎么说啊 今生的这些老爷们 连门都没绕去 他们一个个隔岸观火 袖手旁观 满说出面救人 就连一句同情的话也没有 老人 想不到 想不到我识文君 为宝大宋江山出生 能辱死欲蟹沙场 可是在这 在这几要关头 却没有一个人 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 看来 看来我识文君 是发了众怒了 是发了众怒了 老爷 老家公 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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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家里人我没事 既然无人相助 那我就坐着大宋王朝的第一大冤丝鬼吧 你走吧 我 不 不 我 不 我 我 你 侯爷 大丈夫啊 大丈夫不能浴血沙场 却坐着天字号大牢的冤死的鬼啊 可我这心里不服 侯爷 不 我不能就这么等死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老家公 再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叫我出去了吗 只要能救我出了这天字号大牢让我怎么都行啊 老爷 我今天 来大牢看你就是为了听你这句话 老爷既然如此 老奴将借你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一用 什么物件 战袍 战袍 就是那件你可以在身上 在人前炫耀威风的那件战袍 不 那是本帅至尊的荣誉 老爷 你在这儿出不去 什么至尊荣誉都没有了 可是 可是一件战袍就能救我的命吗 老爷 我想拿这件战袍去求一个人 求谁 提醒官宋慈宋大人 这 就是那个只会摆弄死尸烂骨头的宋提醒 是啊 就是那个摆弄尸体烂骨头的宋提醒 十七年来 他凭了无数的言语 不但百姓称道 就连圣上也对得偏爱有加呀 可是 现在 只有请宋大人出面 才能查明事实真相 还老爷一个清白呀 可是近几天 本帅还在大街上奚落过他 他不会记仇吗 不会 所以 我就想 借老爷的战袍一用啊 好 只要能救我出去 只要能让我出了这天字号的大牢 别说是一件战袍 这 就是让我时髦下跪 我也肯 老爷 既然这样 您就赶快写一纸诉状 然后我去找宋大人 好 你去弄一副笔墨来 快去啊 老爷 俗话说 京城所致 今时未开呀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三个人 你就得到了 那边 明天 有时候 走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超什么风吻呢 你谢谢我一共 没关系 夫人 你怎么来了 今天附上来了一个不认识的老渔翁 说他很难得在复春江打到一尾食鱼 就特意给你这个青天大老爷送来 好让你尝尝鲜 我想你是忙着公务 所以就让厨子烧了一锅汤 给你送过来了 食鱼汤啊 我早就听说了 这复春江上的食鱼汤啊 是未美绝伦 一年都打不上级尾啊 大人 你看 你可真有口福啊 你看 这又是桂鱼汤 这又是食鱼汤 这真是好事情啊 又是鲑鱼汤 又是食鱼汤 我们宋大人有口福 对不对 闻起来就知道好吃 葡萄赵 这是你的手艺吗 我哪会做鱼汤啊 是 是鹰姑做的 是不是啊 鹰姑 是你做的 是的 我知道你很能干的 可没想到你竟然把鱼烧得这么好 夫人 您别夸我 我这个都是给逼出来的 这些年跟着大人出去办案 少不了要去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 饭都没得吃 只能自己做 又不能让他们两个大男人动手 我只能将就着做一些 别让他们凑合吃一吃 只是这样而已 鹰姑娘 老爷放任在外这么多年 你一直跟在身边 又能照料他的生活 又能帮他办案子 里里外外的全多亏了你 跟你比起来 我这个做妻子的 真是做得很不够 夫人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在想什么呢 你看这月色好美啊 月色是美啊 可月下的人却在流泪 谁流泪了 英姑啊 你心里一定在怪大哥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怪大哥 有什么好怪的呢 你怪大哥 是因为大哥有事不尽人情 你看 我才中了吧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大哥你不止一次悄悄地出现在我的身后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担心着什么 可你我相处这么些年 怎么对我还是如此的陌生 还存有戒心呢 你不是早有话要对我说吗 那你说吧 我 当着这明月晴天 我不说假话 虽然说 我没有非分之想 那不是真的 可我也不会因此而迷失自己 更不会做 任何有损于大人观生明节的事 其实我把你和大人 都当成自己的亲哥哥 只要能够 追随在大人的身边 我就很知足 我别无要求 哪怕是一辈子 我都无怨无悔 姑啊 难得你如此神明大义 看来大哥我 还真是庸人自扰了 不过我有几句新女话 一直想和你套套 你说吧 明国 你我相随大人这么多年了 我看明白了 这大宋王朝 法不言明 旅无莫归 贪官无礼草菅人命 百姓弱者 冤如覆盖 大宋太需要大人这样 既清正联名 又断语如神的提醒官了 可大人这些年喜冤禁报 屡屡推翻冤暗重审 还多少无辜以清白 大人也断了不少人的仕途前程 当年 对大人贬了官的吴淼水 不是又是冤家相遇了吧 常言道 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茶则无土 患害臣服 官场凶险 而我们这位可敬的宋大人 偏偏又是个在行御审刊方面 出神入化 而在官场上却如盲人瞎马 使不得诡诀风云 不觉得如履薄冰 他哪能想到 有多少双恶意的眼睛 在看着他 巴不得他闹出点什么花花把柄 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家事风波 儿女私情 也会让人借题发挥 闹得你身败名裂 你我 都是相随大人多年的人了 你知道 大人在我心里是什么 是神 我绝不于惜恶人 伤害于他 我说的不对吗 大人 也是我心中的神灵 我也不会容忍恶人伤害他 你是谁 本官是见过这副铠甲的 宋大人 这副铠甲 不但你见过 整个京城的老少 都见过这副铠甲呀 你是 你是史大人家的家园 正是 你今天来找本官 不是让我来欣赏这副铠甲的吧 宋大人 请 你这是何意 苏大人 这不是一般的铠甲呀 这是我家老爷的威风 现在 现在我家老爷落难了 他也真正明白了 这威风 并不是披在身上的威风啊 而是与人为善的德行啊 所以我家老爷 从狱中传出话来 让老奴 把他的威风 放在宋大人的脚下 请宋大人 踩塌而过呀 请不吝点赞订阅